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漂亮 全都是彩色的灯 为什么 马上就要水灯节了 泰国一年一度的水灯节 我们也来到了寺庙来拜见一位高僧 今天拜访的这位高僧呢 他是这个泰北法脉的传承人 而且呢 是一位真正 特别注重修行的这么一位师傅 我们的节目呢 也举办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很多的善信呢 一直关注了我们 然后从今天起呢 我和大壮决定 我们以后的每一期节目都会赠送给一位幸运观众 一些师傅纪念仪的圣物啊 或者佛牌啊 等等这些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每期节目都关注我们 有好理由 对 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幸运的观众 得到这个师傅的这个祝福与师傅的圣物 但是每期呢 我们怎么抽这个幸运观众呢 每期不太一样啊 比如说这期我们呢要送大师这块福布啊 招财福布 我们决定 因为27号就是水灯节嘛 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决定第27位在我们视频底下回复的那位幸运观众 然后获得这块福布 OK 好 话不多说 现在咱们就去拜访 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的大师 叫做KUBA TV 哈喽 现在呢 我们见到的这位大师呢 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认识的KUBA 这位师傅呢 我们认识了也很久了 大概有七年到八年的样子了 当时呢 我认识KUBA TV大师的时候呢 师傅还是在跟随清卖这边一个非常著名的老师傅 有可能大家看过我们原来的节目呢 还记得这个师傅 叫做古巴提奥师傅 在修行当中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KUBA TV大师 他有什么法门和什么圣物可以帮到我们视频前的善心 记住啊 我们到泰国以后 见到僧人 打招呼 不能说Sawadika了 叫做Nammo Sakan 记住了啊 接着呢 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师傅的这个 心路历程 KUBA 当代KUBA 还有他来过北边 VCHA NAKA 对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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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我当代有十三比 十三比 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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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跟师傅聊得有点多啊 师傅呢 从十二岁呢 开始出家为僧 然后呢 一直就学习这个法门 到二十九岁就正式成为这个龙泡啊 就是这个古巴 然后一直到现在 师傅啊 又跟随了很多著名的大师 然后有老窝的师傅 然后包括我们青迈那边师傅 还有南府那边的师傅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KUBA DEVY 师傅的 他自己制作 加持的圣物都有什么 其实师傅呢 他是这个 我们这个青迈的这个森林派这个法门 师傅这边注重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帮助人的这个法门 他主要的法门就是 招财呀 人员呢 包括这个提升你的好运呢 这些这个法门 为主 我们看师傅面前呢 摆的这些圣物呢 就是由师傅亲自加持 亲自制作的这些圣物了 哇 非常的漂亮 这些圣物肯定是他从他的本庙出来的这个圣物 而且呢 他有一种香气 非常非常好闻 刚才师傅说 他这一尊掩面佛 就是师傅走到哪里去修行 看到有好的那些圣料 有好的这些草药啊 圣料这些 师傅就会收集起来 然后呢 留着做这尊圣物用 刚才我以为呢 他是用 运用了108位这个圣料 师傅说 不止108位 他不光有大自然的那种花香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圣料啊 其他的草药 包含在里边 圣面佛也是大壮我人生中第一尊收藏的这个佛牌 我记得是一尊2515年龙婆坤师傅做的铁腿必打 就是铁腿的圣面佛 非常非常漂亮 到现在至今我还收藏在家 师傅做的这一尊 圣面佛佩戴起来就非常好 他不光是把你的财运守住了 又帮你招来财运 还可以让你在职场当中 去这个帮你避免很多事情 比如党险啊 党灾啊 包括有小人呢 什么呢 就可以佩戴这个善家 这个颜面佛 非常非常好 这就是这里面的圣料 我很激动啊 这里面的圣料啊 就是加了这个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 这个叫做备业经文 这个备业经文呢 是在南唇佛教里 非常非常古老的经文 现在是非常难 难得一见的这种好东西了 备业经文是用这个棕榈树的这个树枝 树叶的那个树杆 然后切成薄片 用铁笔在上面刻字 然后涂上这个黑色的墨水显现出来的 这个是最古老最古老的这个这个经文 这个古老的丹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边全都是经文 都是兰娜古文 现在就是太太太少见了这个这个东西 就光这个经书就非常非常有非常极具收藏价值 而且呢 刚才我打开以后看到它的背面 是有一尊善家财在后面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善家财 而且呢 就感觉像贴了金一样 非常漂亮 所以它的更有这个招财啊 更有这个提升财运的这个功效 下面呢 介绍的这一尊呢 就非常 大家非常非常喜爱了 就是五眼四耳 五眼四耳呢 在泰国呢 就相当于中国道教的这个 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这个皮修 皮修是光吃只吃不进不出 所以呢 它有基材 蓄材的这个功能 但是五眼四耳是石碳拉筋 怎么说呢 就是它吃的是 就是烧的碳 但拉出来呢 却是黄金 所以它就是有很多很大的这个招财的这个功能 五眼四耳 曾经呢 是在深山里的一个山晶 这个山晶呢 就相当于就是 刚才师傅说就凯凯凯 谜 谜是什么呢 谜是熊的意思 就像熊的这么一种这种山晶 山晶鬼怪 就是过去的人发现就是 为什么老是有一坨一坨的金子 像便便的是一样的金子 然后有一天有人发现是这个山晶 也就是五眼四耳吃了碳 拉出来的金子 所以呢 泰国人认为这个五眼四耳呢 是有很很大的这个招财的这个功效 所以很多泰国人家里面 店里面都会供奉这个五眼四耳 然后师傅做的这一尊呢 是供奉佩戴型的这个五眼四耳 非常的小巧精致 然后是可以佩戴在这个胸前 然后帮助你招财 这一尊呢 师傅用的是九宝铜制作 是九种圣物 就金属圣物 融化在一起 然后制作而成的这上面呢 也都是兰纳文 都是兰纳文 经文上面 师傅说呢 就是这一尊呢 是佩戴呢 不用念心咒 也不用念心咒 因为它上面全都是经文 已经有了 就你不用再念心咒了 每次佩戴呢 双手合十放在手心 然后去许愿 让他帮你生财呀 帮你招财就可以了 戴在脖子上就OK了 今天呢 我也要介绍一下这个师傅 亲自制作和书写的这个服馆 刚才我看到师傅这有一个小茶壶 然后里面呢 都是这么大小的这个昆平 昆平服 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个服馆 都是用的这个 用的这个老的昆平服 把他融化了以后 做成了这个服馆的这个皮 然后再在上面书写经文 不说他写没有写经文 光说这个服馆就非常非常有力量了 这个服馆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 就是提升你的思维和提升你的智慧 让你变得这个思维敏捷 应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有有如神助 也就是说在困难面前 你会得到很顺利的化解 这个功效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 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想不到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会措手不及 如果佩戴这个服馆 我们就会有如神助 迎刃而解 其实这个功效是非常非常适合当代年轻人的 然后刚才我问了一下师父呢 就是师父面前供奉的这两尊善家财呢 是可要是要提前预约的哟 不是说你来到这里就可以请得到 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两尊不同的法相 一尊呢 师父跟我讲 这个这一尊呢 是我们普遍在寺庙啊 他在这个这个这个佛前呢 看到的这个善家财 另外那一尊呢 是带在带了一串佛珠的 这一尊善家财呢 是泰国人非常非常喜欢 和喜欢供奉的善家财的这么一个法相 两个法相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他整体呢 都是用这个铜制作的 然后整个封底 下面呢 有一尊师父亲自制作加持的这个 这个颜面佛 还有呢 一尊老的这个颜面 哇 这尊 这尊老的颜面 就非常的有价值了 这个法相我都没有见过 然后底下是一个纯银的福管 如果说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缘和魅力呢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不满 也可以用这个师父的这个人缘膏 这个人缘膏呢 叫西碰西碰因库 不光是有提升人缘 提升魅力的功效 还有促进感情的功效 非常漂亮 今天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师父的这个圣物 这个非常感谢大师的这个解答和介绍 如果呢 你喜欢我们这期节目 记住点赞关注 如果需要有什么让我们帮忙的 直接给我们私信留言 还是那句话 我们只有壮壮和羊仔 OK 我们下期再见 OK 拜拜 这个大师呢 帮我们把今天请的圣物呢 加持了一遍 然后呢 最后又送了 送给了我们一块这个善家财 和这个乌巴窟 还有西碑里 这个福布 这是一个老的这个布啊 印在上面这个福布 是师父自己本庙出的这个福布 把他挂在家里面呢 就是为了这个招财和生财 生孕的这个功效 嗯 虽然师父送给我呢 但是我觉得 将把师父的这份祝福呢 送给一位幸运的观众 到时候我们会抽出来 然后呢 送给你 OK 看看